10月17日以来,国内出现多点散发本土疫情,呈快速发展态势。 一周以内已波及11个省份,感染者大多有跨地区旅游活动,疫情进一步扩散风险仍在加大。 发生疫情的地区要迅速进入应急状态,未发生疫情的地区要加强监测预警, 要严守外防输入各个关口,坚持人物环境同房,减少跨区域聚集性活动,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。